全台最美櫻花巷 阳明山平均寒英几乎开满 幸运不少民众上山 但到阳明山赏花之前 没有通行证的车恐怕很头痛 远起指挥交通 只要进入阳明山区上山赏花 就必须要有通行证才能放行 由交通局实施管制 但却传出通行证 使用期限交管人员疑似没搞清楚 导致民众上不了山 把时间延长是利益良善的做法 但是我认为交通局的横向沟通 你要把它做好 不要让民众上山却败幸而归 杨德大道通行证 今年刚好是换证年 每张期限为三年 只要在士林北投机新北市金山 部分里有涉及 有土地建物 租屋 店家 或是有工作人都可以申请 通行证分成两种 这种白色的自己填日期 但是使用提供给一般民众 另外这张彩色版不限时间 时效从110年到113年2月 议员也有申请扣大 本里的核发大概 大概将近1000张 杨德大道的通行证 旧证跟新证交替的那个年度 它就这样子可以沿用到隔年的2月底 为了舒缓阳门山交通 交通局发放通行证来解决 但针对使用年限的规定 执行交管认知上出现落差 也是在交通局横向沟通的宣导重点 三立宣防部风周开 日文台北报道